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聖诞星光马戏班 来到最后一集了 就等Pan Pan Ring Ring当当 带大家看 《红尸大和星星的光芒》 虽然成功收集到 百里恒之星的光 但是天气恶劣 怎样才可以落回村庄 又是山洞人 很了解 原来山洞人不是想襲击他们 而是想分限温暖 被Pan Pan Ring Ring当当 多谢你 有了温暖的火把 就可以抵挡回家路途上面 大风雪的河南啦 终于讲究得到 在圣诞老人出发之前 将百里恒之星送回村庄了 Pan Pan Ring Ring当当 小心热热地将百里恒之星 送回到树顶 村庄恢复光明 哈 而他们的魔法六角也回来了 爹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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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小朋友 又是我Irene姐姐 很想念你们 我又准备了一个小手工 等我今天和你们一起做 今天我们会做的就是这个摇头摆老的小丑 我先介绍一下材料 材料我们会有白色的图画纸一张 然后有三张不同颜色的图画纸 它的长度大概是A4尺寸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逐条慢慢剪了 我们大概每一条就将1.5cm剪出来 我们大概用四条 白色的纸条都是1.5cm左右 这个就不用太长了 这个是A4尺寸的一半 另外呢 我们可以预备一个黑色的图画纸 小小张 如果你没有黑色其实都不要紧 可以用刚才剩下的颜色图画纸也可以 另外我们有胶纸 上面胶纸 胶纸 胶纸 和颜色笔 我现在先教大家画个小丑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会整个画完油麻颜色 我就会教大家画个外形 颜色自己可以慢慢填 我们找一个大概像刺子桶那样大的圆形物体 放在画纸上 如果有圆筆的话 可以用圆筆轻轻力弄稿 我们就画个圆 圆筆轻力弄至不封住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画上面的帽子 所以大概都画个U字形 先画个U字面 然后画个小丑眼 可以画个十字架 然后是他的鼻 圆形的鼻 接著有一個很大的嘴巴 嘴巴也是用U字形 這樣 然後在嘴巴中間畫一條線 畫了外形之後 顏色大家就可以慢慢填 然後我們就畫一頂帽給它 這頂帽就像畫一個元寶一樣 好,頂帽就像這樣 一個元寶一樣的形 然後我們就畫它的頭髮 我們的頭髮就像一條雲一樣 小丑的樣子就完成了 由於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已經做了一個填了色 和剪了下來的小丑頭 大家可以慢慢喜歡填自己喜歡的顏色 它的頭髮都像我一樣 可以填一些七彩的顏色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個小丑的身體 我們手上有四條長紙條 我們先找到紙條的中間點 但我們就不要太大力去摺中間那條痕 輕輕找到它的中間點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漂亮的鍋 我們就要平衡 不可以一邊長一邊短 我們全都找到它的中間點之後 我們就用雙面膠紙 先貼上一個十字架形 貼上一個十字架形 然後我們就貼上其他兩個顏色 做一個米字形 就像現在一樣 做了一個米字形 然後我們就將它們的頂頂 貼上它 都是用雙面膠紙 我們做這個波波的時候 最好就用一些比較硬的卡紙和畫紙 做出來的效果就會更漂亮 我們就貼上這個波波了 然後我們就加上黑皮鞋給它 我把這張黑色的卡紙 又或者你把手上剩下的彩色卡紙都可以 剪開一半 然後我們就剪了兩隻鞋給它 我們先將中間黏在一起 然後再用雙面膠紙 把它黏在波波的底部 這樣它就已經有一雙鞋了 我們下一步 將兩條紙條先做一個七字形 用雙面膠紙黏著它 然後我們就把它向上下這樣摺 最好就盡量摺得它 整齊一點 它就不會歪的了 摺到最後這一格 我們就用雙面膠紙黏著它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蛋功了 我們先拿多一條紙條 我們先剪一個短短的紙條 然後把它摺成一個三角形 好像這樣 然後我們先黏住它 我們就將這個三角形 黏在蛋功上 我們就將小丑頭 黏在三角形的位置 最後我們就將蛋功 黏在這個波波上 就大功告成了 記得對正去鞋的位置 我們這個搖頭擺老的小丑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我們所需要用的材料 其實都很簡單 還有這次是教大家 怎樣去畫小丑的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已經來到最後一集了 我也很不捨得各位小朋友 希望我們再有機會再見 拜拜 今集的時間 我們先去做一次 … ……… 人生医跟壹音